我们开始吧 成功举办选举委员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 推动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 坚决执行香港国安法 依法止暴治乱 拨乱反证 维护法治的权威和尊严 采取积极措施 推动特别行政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面深化同内地交流合作 中央对你们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我们看不到 她不会在营干幕面前骂林郑说她做得差 我们不会看到那个对话 我想中央领导人都不是那么蠢 当然要确认这场选举是完全失败 有些应做的事就无她做做少了 不应做的事做多了 这些领导人正常来说都骂她 这次真是很失败 因为实在 但现在都不是特首去带领香港未来 现在都是刺绝大湾区 当然她要保住国际金融地位 这是中国他们自己的资产保障 所以某程度上他们不会做到太离谱 还有我觉得真的香港人要记住要发声 因为她一搞,譬如搞教育 南京大屠杀这种 就是骂那些人出来 我想听到浸会现在每个星期 好像考虑还是决定了 每个星期要有星期仪式一次 每个礼拜一次星期仪式 遲早那些是被人骂的 这个星期仪式是否要每个星期做 哪些人来看 看一看一看 如果你不是必须规定别人来看 教授要准备备货 不来的时候又说杯葛 这些是拿来丢架 这些事我是大时大折的时候表忠做 有做每个星期每个星期都要做 所以这些其实荒谬的事 一路会这样滚下去 其实只会越滚越荒谬 所以我真的觉得跟很多家长讲 你不用怕洗脑 他会继续做 不要觉得他不会继续做 但你想想他每次做出来的时候 反应得到回响几差 他就做 但已经是香港人不受了 在这个选举你便知道 真的不受了 大家不用通电话 不用合起来 这个就是中央应该看到 这个就是香港人的心 你不搞双普选 你不会有一次成功的选举 你会见到 你便继续 阉割了之后你便继续去筛选 你继续就是 细世代代都会出来批评 这种做法 是完全不是一些有认受性的选举 你便继续跟全世界解释 你为何是一个进步国家 现在摆明就是最可惜 我想很多人看到 有觉得可惜的就是没有进步 你不要说你什麽年龄 你其实做人做事 你都希望要进步 每件事都想做好些 今次你看到 即是退步的表表者 退到肉酸到还要出来讲话他们多成功 整个配合做完出来后 真是整班人出来做猴子戏 一定会引起他们的关注 今天是那麽荒谬 这是世界笑话 你刚刚2019年那个成功的选举 那些真是五光十色 你虽然区议会有中数是民主派 但都还有建制派在那边 我们四百几个位 我们拿三百八十八 这些叫五光十色 立法会在当时仍然都是建策派控制 这些叫五光十色 如果去年选举是无用疫情做借口去延迟 去年成功三十五加这些叫五光十色 到时我们民主派华士 我都有份应该三十五加 我都应该去年是赢佛契纲 这些叫五光十色 现在你走出来做完之后你说五光十色很成功 人家当然谴责你 他们有领事馆在香港 他们怎会跟你一起唱你那个荒谬调子 所以这些不会停 你要真的见到全面打压洗脑 香港是大陆化的话 要领事馆都不出声 要人们开始说这样做法是对的 永远都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 基本上他洗脑他洗什么 他洗脑跟你洗完历史 但对的东西和不对的东西你洗不到脑 人有普通常识common sense 明是不错的东西就不错的 你不可以说地上冻谈是很漂亮的水 是冻谈是冻谈 你怎洗脑 你怎样说人家都一定会拿到资讯 去知道好像上海老师企图讲 南京大屠杀又被人隔职 这些根本永远都是荒谬的 他一定会出来的 你要想多久 我这里讲清楚先 不要误导你的观众 迪志远是建制派 他是穿了非建制派那件衣服 这些是建制派 所以不要误导观众 迪志远是建制派90比0 他不是89比1 他千万不要 我想香港人都知道 不过我都很强调这里 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人 是有任何民主的成分 记不记得保选的时候 他出来跟谁站台 陈泳因是否叫做 工联会的一个人 工联会在红统那边 当时的时候他是甚麽派 所以不要觉得香港人 不要那麽善亡也好 我都不太记得 那个人是哪个 他的确确出来站台 唯一我们记得是他身为民主党 其中一个创党成员 他出来帮建制派站台 基本上你没有民主派的人出来投票 就不会有票 这是香港人的团结造成的 不幸有些都是很有心想选 但今次的民意不是这样 今次的民意是要做一场历史给政府看 他们感受不到这个民意 记得我有个NOW新闻访问 也有问我 那天出了这个选民的明冊 见到我们看英文出 我去年企图去选的界别 4400票剩下200票 他们问我周生你今年去不去选 我就算有人来找我说担保我入闸 听听话话我都不会去选 因为剩下200票 其实你都应该看到趋势 虽然这些人都有些是讲人话的 但你见到趋势不是这样行 趋势是在没有大台之下 香港人想叫大家一起团结 去创造一场历史性低的 认受性低、投票率低、候选人质素低 三低的选举 这是今次香港人的信息 途上他给他入闸 即发言考语提名他入闸 骗了他 不过你敢够有人叫发言考语叫我入闸 你又不见我落担 又不怪得人 不是100%可以怪人 你自己都要深信有机会才行 你可以这样讲 说他们看不到趋势 看不到香港人妖物 其实我都祝福他们入去 是当时是当时的 但是哪个人想入去帮香港人出发动力 发声都是一个好的初冲 但是你最后的决定 你都要看你自己看文情看得准不准 是吧 我当时看的文情就是香港人叫我们 帮他创造一场历史性的三低 是吧 候选人质素低 投票率低 认受性低 我如果身为一个香港人 我应该支持这个 我在暗中感受到的这个讯息 我无理由进去选 他们感受不了 好